施恩为了救回被黑老大绑架的秀昊和范石 独自前往他们的藏身点 三剑客就此合体 但面对混混人数众多 秀昊战斗指数可以一打三 但范石本就性格软弱 战斗力基本为零 还剩下没有完全发育的施恩 而这场战斗会以怎样的结局收尾 大家好 今天为大家带来反校园霸凌最新韩剧 弱小英雄第四集 秀昊面对黑老大的一顿毒打晕了过去 而匆匆赶来的范石也未能幸免 在施恩带警察来的前一秒提前转移 此时的黑老大也知道小英的背叛 转移期间给校爸表哥打去电话 让他带上小英到指定地点集合 又以小英弟弟作为要挟 而校爸表哥早把小英当做自己的妹妹 不忍心带他前去冒险 决心自己独自前往 而小英知道是自己闯下的祸 不忍心看他人为自己受过 决心一同前往 这时小英接到施恩打来的电话 让施恩打开共享位置 一定要把警察带过来 不然大家只能同归于尽 不多时两人来到新的窝点 一处废弃的游乐场 此时的秀浩和范石被绑在那里 再得知范石是为了救自己才被抓 顿时感动坏了 另一边施恩往着地上的血迹 回想起秀浩决心一人前往的无助 以及范石不想让秀浩独自冒险前去营救 终于理解不是秀浩有多么强大 而是他不忍心看见自己的兄弟受到伤害 想到这儿施恩废一般地跑了出去 看着小英发来的实施定位 施恩很快来到游乐场 顺便拨打了拨扭电话 而这边黑老大看见两人到来 顿时火冒三丈 面对黑老大的盘问 小霸表哥依旧没有说出小英 这时的黑老大已经忍无可忍 直接对小霸表哥实施了最强假法 随后还嫌不够解气的黑老大 又把小英来到秀浩和范石面前 要用自认为最公平的方式 轻轻松松解决掉一人 当尝到最后一个音阶的时候 直接跳过小英 指向了中间的秀浩 就在他刚要准备动手时 小霸表哥突然出手 直接将黑老大甩飞 随后警告小弟不许动手 便向黑老大发起挑战 两人随即展开激战 小霸表哥刚开始还处于上风 可招架不住对方手里有刀 局势也因小霸表哥的躲避 瞬间逆转 一个不慎中了黑老大一刀 就在黑老大以胜着的姿态 教训小霸表哥时 小英直接从背后偷袭了黑老大 随后捡起刀子 威胁小弟不要轻举浪动 而黑老大完全不惧小英的威胁 重重地掐着他的脖子 就在命悬一线时 警笛星响起 原来是循着定位找来的施恩 交集的黑老大顾不上再次害人 只能赶快逃跑 可等到刚给他们解完绳索 黑老大带着一众小弟又赶了回来 原来警笛声是施恩 用手机播放的音乐 气急败坏的黑老大摔坏手机 随后双方展开激烈的混战 而小霸表哥带着两人正要逃走 正巧碰上赶来的警察 而这边黑老大拿起刀子划伤身的脸 又是一阵嘴炮输出 正于上前结束战斗时 正好被赶来的警察用枪声制止 奸诈狡猾的黑老大怎会束手就擒 一把将小弟推在警察身上 趁乱逃跑 施恩看见逃跑的黑老大赶紧上前追了出去 因为他知道如果一旦逃脱 肯定还会司机报复 就在黑老大停下来喘气片刻 施恩赶了过来 也不管黑老大在那狂吠 拎起棍子就是一顿武力输出 可他哪是黑老大的对手 好在秀浩追了过来加入战斗 就在两人始终处于下风之时 施恩看见远处的板砖 直接向黑老大膝盖砸去 这也成为制服黑老大的关键 与此同时 小霸表哥为了救小鹰 决定独自面对警察 只愿他未来永远有光明 事情就此告一段落 黑老大一伙人尽数抓获 而施恩和范石也被叫到警察局 录口供 等来的不是警察 而是一位西装笔挺的律师 施恩这才知道 范石的父亲竟然是一名国会议员 律师也答应他们这件事 不会通知学校和家长 同时也希望施恩对此守口如瓶 说完就让施恩先行离开 随后律师带着范石找到了黑老大 告诉他现在可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懦弱的范石始终不敢下手 律师这案状 只好亲自上手做示范 吃痛的黑老大嘴上依旧不饶人 还挑衅范石说 他只是另外两个人的跟班 可就算被这句话气到浑身发抖 他始终没有动手打他 只能把怒气发泄到垃圾桶上 而这边走出警察局的时候 刚好遇见小英 便带着小英前往医院看望秀浩 还特意向秀浩赔礼道歉 将在警局发生的事 一五一十的说给秀浩听 而回到家的施恩 看着空荡荡的房间 再想想秀浩对自己的好 便拎着秀浩心心念念的牛脊骨汤 再次来到医院 面对施恩突如其来的关心 秀浩有些不知所措 顺便来了一大波彩虹屁 这让施恩不知如何是好 久违的笑容浮现在脸上 这也是施恩第一次笑 也明白了朋友真正的含义 也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 可另一边回到家的饭食却遭了殃 他光着身子 动作娴熟的趴在地上 被父亲用球杆重重的打在身上 弱小英雄第四季到这里就结束了 点击关注精彩好具有不断更新 我们下期再见